苏贫现在如何了 朱仲军也不知道 因为在这场戏里 苏贫从来都不是重要的角色 我知道你担心德飞 朱仲军安慰顾紧之 但是朝廷的事 咱们已经是管不上了 德飞乃先帝的妃子 后宫还有太后娘娘呢 她不关乎朝廷 皇帝感动先帝的太妃们 那是不孝 她会顾及的 顾锦芝点点头 她心里却在想 皇帝只怕已经不会顾及了 她对自己妹妹们下手 也不是丝毫不犹豫吗 顾锦芝有了身孕 朱仲军不忍离她而去 抱着她不肯撒手 她蹭着她的面颊 耳并撕磨 朱仲军问她 要不要我回卢州 顾锦芝失笑的 这在什么呀 我回了卢州 你就能天天陪着我吗 这些年在卢州 朱仲军每个月在家 不会超过五天 现在 他更加不会天天在卢州城里了 但是 朝廷如果想为难朱仲军 首先想到的是卢州城 所以 寿城更加安全 卢州也是寿城的屏障 哪怕卢州被攻陷 寿城也能成为后盾堡垒 顾锦芝 辛苦你了 朱仲军说 顾锦芝笑道 怎么突然说这种话 这些年 教室哪一件不是我 你如今才来到辛苦 真叫惶恐 朱仲军也想 他吻了吻妻子的面颊 柔声道 我素来知道你辛苦 总是不说 你心里还以为我习以为常 我并没有 我仍不敢出心 像从前那样疼爱你 感激你 顾锦芝心里一动 他紧紧依偎着朱仲军 他说 有你这些话 我是根定你的 不管将来如何 我也不敢出心 朱仲军将他搂得更紧 他让顾锦芝贴着他 感受他的温热 似乎这样 他就能感受他的心 第二天黎明 他就和林毅起身回了卢州 彤彤一早起来 父亲不见了 委屈地哭了一会儿 顾锦芝也安慰他 过些日子 爹爹会来看你的 顾锦芝道 真的吗 彤彤睁着泪汪汪的大眼睛 看着顾锦芝 顾锦芝点头 彤彤这才抽抽叶叶地停止了哭 又过了十天 经理快马传来加急消息 南昌王到了京城之后 立马被大理寺关了起来 他参与言平长公主的谋反 铁正如山 南昌王隔去亲王爵位 和世子下了大牢 当晚南昌王和世子 在牢里畏罪资尽了 哪里来的铁正 没有人知道 但是南昌王和世子资尽 畏罪是跑不了 没罪也变成了有罪 这铁正就更加牢不可破了 卢州得到了这个消息 朱仲军和将领 门客们都纷纷变脸 来得太快了 这简直是丧心病狂 朱仲军小时候在京里 和南昌王有关一段时间的来往 对于南昌王 他无法生出清醒 却没有对他有恶感 因为当时处境相似 心底当南昌王是个朋友 听到南昌王这般下场 朱仲军是触目惊心的 南昌王还有三个儿子 朝廷肯定会缉拿的 迟早要查到卢州 接下来应该就是卢州了 已经到了无路可退的地步了 王爷 咱们先下手围墙 胡卓突然对朱仲军的 五年前 胡姐自枪身亡之后 胡泽育的前程被毁 朱仲军劝他们一家南下卢州 到卢州生活 朱仲军也如约 给了胡家宅子和田地 而后 胡泽育也成了朱仲军的谋士之一 他的儿子胡卓 朱仲军一开始以为 他有点小才 可不承想 胡卓对兵法研究至深 也许他没有领兵打仗的能力 但是他的军事谋略 远胜身经百战的将士 所以这几年朱仲军越发信任的 南朝王的事传过来 大家心里都明白 接下来就是卢阳王 可到底应该怎么做 谁也不敢拿主意 以清军策的名义启示 胡卓对朱仲军的 言平长公主的驸马王子 南朝王和世子王子 王爷您身为弟弟和叔父 对他们的死因抱以怀疑 就说 圆域越霍主 朱仲军顿了顿 他没有立刻回答胡卓的话 指示的 决定启示是大事 须得顺忠 他需要再考虑 需要一个更适合的契机 一旦启示 就真的没有回头路了 虽然想了无数次 但总是无法确定 无法确定 他的决定会给顾锦之和孩子们 带来什么后果 胡卓也没有催促 和谋士们商量完毕 朱仲军就单独把两个儿子 嫁到了身边 他对燕山道 你还是去一趟寿场 把事情告诉你娘 告诉她 咱们要起事 也不过失这几日了 然后又对燕影道 京城故事 也快到了卢州 你带着人 出城去迎接他们 燕山和燕影道事 兄弟俩准备起身 各自去做自己的差事 陈鼎文却突然闯了进来 一脸大惊失色 气喘吁吁的 王爷 世子爷 二少爷 寿城有人来报信 说王妃和三少爷 大小姐不见了 朱仲军豁然站起身 脸一下子就白了 另一声结问 什么不见了 他觉得寿城 是最安全的地方 才将妻子儿女 放在寿城 以免后顾之忧 陡然听闻不见了 朱仲军的脑海中 一片空白 是谁来报我的信 快叫他进来 朱仲军又道 陈鼎文道事 燕山和燕影兄弟俩 也变了脸 很快 受诚报信的人进来了 是董侍卫 燕影快步上前 一把钻住了 董侍卫的衣领 我娘怎么不见了 你说清楚 二弟 燕影山上前拉燕影 燕影一个反手 推开燕山 他力气很大 燕山被他推得一个量强 董侍卫也被燕影抓得很紧 衣领勒住了脖子 有点难以呼吸 他又不敢挣扎 燕影 放开手 朱仲军已经镇定下来 呵斥燕影 现在生气 发火 都无济于失 找到顾锦之他们 才是关键 顾锦之还怀了身孕 朱仲军头皮的麻了 他的手指紧紧攥在一起 燕影听话地松开了手 董侍卫单息跪地 把事情仔细回宾给朱仲军听 是孙肃安 他带了几个人 说是王爷派他去报信的 他说 燕灵府顾家出了事 让王妃赶紧带着三少爷和大小姐回卢州 王妃当即就说 容他收拾收拾 明日再启程 孙肃安催王妃当即启程 王妃没有听 只说现在走不了 明早再走 后来 王妃把孙肃安打发下去 把属下叫了进去 他说 觉得奇怪 这个孙肃安 王妃从前都没有听说过的 如果是卢州有事 王爷自然会派新妇的人来接 怎么会派孙肃安呢 这不像王爷的形式做派 王妃又说 他不信任孙肃安 他觉得有鬼 先不管真假 让属下拿了孙肃安送回卢州 再看看卢州到底什么事 假如孙肃安真的是来报信的 让属下给他赔礼 再问问王爷到底是何事 让属下带信回去 属下去拿孙肃安 转身就不见了他们的人影 在回到内院去禀告的时候 那院的人都晕倒了 不知孙肃安使用了什么手段 王爷和大小姐 三少爷就不见了 孙肃安是王府的侍卫 他今年快四十了 他曾经是受成指挥室推荐过来的 在卢州王府已经三年了 朱仲军有点不太信任孙肃安 一直不曾对他唯以重任 可是他没有想到 孙肃安居然是奸细 孙肃安对寿城特别熟悉 他就是寿城人 又在寿城受访十几年 若是他掳走了顾锦之母子 只怕朱仲军的侍卫找不到了 他到底是什么人 此刻掳走顾锦之和燕少 彤彤 会不会是皇帝或者元芸燕下的手 你怎么不派人去找 燕影暴怒 眼睛都瞪得通红 他长相俊美 可生气起来 面目依旧猙獰 董侍卫不敢抬头 回答道 回二少爷 受成的人都去找了 燕影坐不住了 他想踢董侍卫一脚 这个人太没用 爹 我带着人去找 燕影对朱仲军的 朱仲军点点头 他浓眉紧锁 顾锦之怀孕了 他经不起这样的搓揉 朱仲军所有的事都要放下 他必须先找到顾锦之 走吧 朱仲军站起身 他也要去找 燕影和燕山道士 父子三人急匆匆奔向外园而去 朱仲军调集了王府大部分的兵力 要去找顾锦之母子三人 谋士和侍卫首领们 见朱仲军突然这么大的动静 自然要问什么事 朱仲军也不瞒着 就把王妃和孩子们失踪的消息 告诉了将领们 一个谋士 见朱仲军要亲自去找的模样 连忙拦住他 王妃大局为重啊 孙苏安竟然叛变 只怕卢州局势外人已经知晓了 王妃 咱们等不得了 您让世子爷和二少爷带着人去找 您有您的大事啊 燕山和燕影都看着朱仲军 的确 此前最要紧的 不是朱仲军亲自去找人 他们应该立刻起誓 整个王府都需要朱仲军操持 他们再也等不得了 耽误一刻 就错失了一刻的心机 爹 我和大哥去找 燕影立马道 朱仲军摇摇头 他看着满屋子的蒙士和将领道 我的大事就是火气以示安稳